你好 欢迎收看2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来看到花莲县以观光立线 尤其近年来东海岸的观光景点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带动了地方的观光商机 但是在缺乏可以使用的土地下 环境的保护与观光产业的发展 成为东海岸居民在发展观光上 必须要有统一协调的窗口 才能够避免业者在规划上与现行法令冲突 沿辽七级高地附近海岸 日前有沙滩业者经营游客的体验行程 但在发展上过程当中 与相关的现行法规有所冲突 在地居民就指出 沿辽地区的观光产业发展 在相关单位上有多个管理单位 在法令的限定上又没有明确的说明 就会造成许多违法的发展 卡到一些法令的问题 一个像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可以来说 因为临海而且地方在发展观光 观光客甚至往东南海这边跑 而且他们也喜欢清净海 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在业者方面 想要土地要充分的利用 我想这个部分政府要有一个专者的单位 可以一个地主们 他有一个可以一行的一个窗口 不然他要做开发行为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正常的管道 可以去做申请的一个窗口的话 对当地的这个地主们 是一个潜意上是非常的一个不公平的 由于东海岸的海岸管辖单位相当多 也都必须跨部会才能够进行会刊 在相关法令的规范之下 才能够明确指出发展的限定 往往也都造成地方发展上的局限 让他们拥有的土地 在相对这个部分已经几十年都是私有的土地 而做一些简单的开发 又受外界的一个质疑 我想这是地主是不公平的 因为这个地方后续有一些法令的 像内政部一些海岸法的设立 还有一些东莞出一些 它内部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规定 还有我们县政府方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规定 种种这样的层层关卡上 对地方上要发展光是难上加难的 无论究竟是属于公有或私有土地 位储临近保安林 临顶遗址 华联系出海口重要湿地 环境自然资源都应该被重视 而产业的开发也必须有明确的咨询窗口 才不会再一次造成当地居民 在土地利用上的触法行为 记者林杰 顺风香采访报道